大家好 今天是星期一 11月29日 期指結算日 騙子仍然是活躍 所以這個星期一我又是會再一次出一個聲明 如果你找到有一個叫做所謂石鏡泉的 在電話上面跟你有交流 有溝通 有問虛寒問暖 問你吃了早餐沒有 你的工作近日好不好 生活壓力大不大 這個人就是那個石鏡泉 不是我這個石鏡泉 因為我的確沒有那麼多時間 在電話上跟朋友交流 如果你找到一個這樣的人跟你在電話上交流的話 這個人一定是另一個石鏡泉 我不可以說它不是叫做石鏡泉 它可能都是叫做石鏡泉的 不過你不要用我的樣子好不好 如果你遇到這個 你就用這個打電話去122防片2熱線就是了 好 今天我們來看看板塊 你找到跌的板塊多 升的板塊少 升的板塊之中有煤炭 有電信服務 可以是公眾事業 有食物和產品 那銀行和地產呢 都去了這些地方那裏 那裏 那裏 變了你都知道了 原來這個是 所謂任何的市道 都是那個力量是比較頑皮的 那裏 經營